各位法师 各位居士 阿弥陀佛 我们讲《学佛三要》162页 第一段的后面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说 为成就之前那就名为空 但是以成就就名为Bore 那么也等于说我们先从法性去下手 法性呢 性属于比较深的 它比较是理则的 那法相呢 它是比较表浅的 比较属于事项上的 但是呢 因为我们深到这个法性的部分 再回头来看法相 我们是不是就比较容易接受它 是因为里面的所有的因缘 它都是平等的 它都是可以自由的排列组合 所以既然原生 它就必然怎样圆灭 但是呢 圆灭之后 不见得不原生 如果我们执着 是不是它就有机会再原生了 一个当选的人 他必然最后会怎样卸任 但是没当选的人不表示 他将来不当选 是不是 他还会 如果他还执着 他还会再去竞选 那么他还有机会再怎样原生 好 那这个呢 都是看到什么 里面的因缘的问题 但是呢 这里我们好像会讲到一点 一点就是 他说 导师就讲 若一下手就什么都不分别 以为由此的无分别 那对一切事理不修 简则寻思的话 那么他就永远不能完成会学 最多只是修什么 指或者定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所谓的 我们也会常常讲说 佛法都告诉我们 无分别 无分别 我们是在法相思考 还在法性思考 法相 对不对 我们想的是什么 外在的那个一合相 而不是那里面的 所以我们里面的无分别 是不是是里面的那个因缘的平等 叫做无分别 而不是外在的这个现象的无分别 我们会觉得说 既然无分别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不是你的 所以以前 我常讲一个例子 以前听个法师在讲说 大学生 佛学社的男生 我听到无分别很高兴 骑脚踏车就出去 结果他去买自助餐 就出来 车子都一模一样 他说无分别 无分别 庆车三十台都骑回来 他这样岂不天下大乱 是不是这样子无分别 不是外向上的无分别 外向上能不能无分别 其实是要从什么 里面 特性 法性的无分别 显发出来的 不是在外向硬说无分别 明明我们也知道有分别 车号不一样 对不对 心就不同 价值不一样 不见得真的无分别 初初的看 以为什么 法师教我们无分别 所以都不要分别 每一部车都一样 才不一样 有太多的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所谓的无分别是在怎样 是从里面去下手 我们能够去测见所有合出来的因缘 他都是那么样子的平等的时候 外向就会自然平等 是不是从特性里头显发出来的外向自然平等 那么我们之所以觉得外向有差别 向有差别 我们常讲向有向有 其实是向有差别的缘故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说那就要深入法性 因为一切都是什么 性空的 而跑出呢 自然就会跑出怎样 向无差别 这个是我们凡夫众生所显出来的什么 颠倒向 但是呢 这个叫做真实相 这才叫做诸法实相 哪一什么 诸法空相 为什么空相 因为性空 所以性空它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媒介 就像刚才讲的 从外在的看它 我们能够接受 其实它一直在变化 那么要去看里面 知道它的平等 外向是不是才有可能平等 内心是平等 那么我们所显现出来才可能很安详 是不是 如果我们内心很热闹 那我们要假装很平静 是不是就很困难 因为从内心出现了 所以性空是帮助我们看里面 不是从外向来下手 因为所有的这一切 是不是也大家一个一个 假设这是一个一个的人 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因缘 对不对 所以一个一个一个之间 它这里面平等 那这个就会平等 它跟它也会平等 就会怎样没有界限 这个就很像什么呢 后面会讲到 所谓的寂静涅槃 就好像我们到海里头去 这个大海里头是一颗一颗的水滴 所组合出来 但是我们说我们深入到大海里头 是不是找不到那每一颗水滴的界限 看得到吗 看不到 它是打破了界限 完全怎样融到一起去 也因为完全融在一起 那么它的那种存在的生命 是不是就会变得很长 我们因为执着就像一滴小水滴 那么这一滴小水滴 可能很快就蒸发了 是不是 也可能碰到天气很冷 它就结冰了 但是不管它变固体 变气体 变液体 是不是都很快速 东西小的话 我们心量小 我们的生命周期短 变化很快 如果我们的心量很大 就像掉到大海里头去一样 整个大海要干枯 是不是就不容易了 多少千千万万年 但是我们说一条河流 小河流是不是很容易干枯掉 一个水缸那更快 是不是 更容易怎样干枯掉 所以我们说那个量越小 其实它的变化越大 量越大是不是变化越小 也不是说变化小了 只是它的生命周期可以延长 这也就是菩萨道的精神 也就是菩萨道的精神 所以 这个162页 这最后一段 我们的无分别不是从外向来做的 而是要怎样 深入法性的 去观因缘法 所以我们说佛法 佛教当中的智慧 智慧里头最可贵的就在因缘观 对治我们的愚痴 要做什么 因缘观 所以说因缘观增长我们的什么 智慧 增长智慧的 那么会的旧集体相 是什么呢 那么在初学会学 总是要依最究竟最圆满的智慧 来当做我们的目标 那当然在学佛的过程当中 也有的是以什么 以解脱为目标 但是这个还不够究竟不够圆满 要以成佛 以成佛为目标的 那么才算是最究竟最圆满的 所以如果要成佛的话 那么就要透过什么 菩萨的分正到什么 成佛的圆满 有没有倒数第四行 是透过行菩萨道一路上去的 因为菩萨道呢 在超凡入圣之前就叫凡夫菩萨 超凡入圣之后到无声法忍的这一段叫做什么 圣贤菩萨 这个无声法忍以上到成佛之前的叫做什么 菩萨摩赫萨 大菩萨 大菩萨 所以呢 这个成佛也是透过菩萨的分正 他是有什么 有层次的 有阶段性的 乃至于在凡夫菩萨位的这一段 是不是他还是分正的 是不是要透过资粮位 加行位 资粮位里头还有什么呢 实性 实住 实行 实回向 对不对 安安丁忍 世纪一 这些是不是都分正的 然后超凡入圣叫做登地菩萨 登出地 二地 三地 一直到什么 实地 这些是不是都分正的 所以是透过菩萨的分正 才到了什么 成佛的圆满 所以呢 这里就讲到 大圣佛法所宣示的慧学 那么龙树菩萨就把它加以简别 说所谓的般若不是外道的离生智慧 什么叫离生智慧呢 离此生彼 不满于在人道的 受苦受难 就会想说我下辈子最好 看能不能到天堂去 对不对 能不能成神成仙 那是不是离人道到天道 这个叫离此生彼 叫做离生智慧 那二圣来讲的话 叫做偏真智慧 只要取证了什么 真理法则嘛 只要证空啊 是不是就可以解脱啊 真理法则里头的空 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透过空性的空 那么其实就能够解脱 但是这个是什么 偏真智慧 还不够圆满 还不够周全 因为职是个人的解脱 对众生呢 最多只是没有危害 但是呢 没有太大的帮助 所以呢 所谓的 外道它是离生智 那么 二圣 小圣来说的话 叫做什么 偏真智 但是呢 以大圣佛法来说的话 它要什么 旧敬慧 旧敬慧 所以在我们的 讲义第26页的上面 也会看到 会有所谓的离生智 偏真智 到什么 旧敬慧 到旧敬慧 那要如何到达旧敬慧呢 它并不是只是 智慧的部分而已 所以呢 我们就要从四个方面 来认识 第一个呢 要性智一如 第二呢 要悲智交融 第三 要定慧均衡 第四 要理智平等 那这才叫做 慧的究竟体相 究极体相 究竟圆满的 这种呈现 所以第一个呢 要性智一如 所以我们说 谈到智慧 并不是跟 所谓的信愿心没有关联 其实它反而更能够怎样 相辅相成 有些我们说 为什么要深入佛法 为什么要听经文法 并不是把它当作 世间的学问 来看待 也不是为了 如果说学者 他可能透过佛学 他是他的谋生之道 但是如果没有跟宗教结合的话 没有跟信仰结合 说实在 那对他来讲 其实还只是什么 世间的学问而已 可能可以改善 他的生活品质 但是呢 不见得能够改善 他的生命品质 能不能改善 生命的品质 跟信仰有关系 跟信仰有关系 但是呢 我们说 所谓的信仰 往往如果没有去 深入智慧的部分呢 那么这样的信仰 是不是比较表解 而且比较属于 依赖性的 依赖式的方式 所以呢 以佛法 佛教的信仰呢 他是必须要透过智慧 跟信仰 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 再讲到说 我们一个实在的 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 最初必须要以什么 信心来启发智慧 而后呢 是以智慧来助长信心 助长信心 两者要怎样 相关相成 相辅相成 互相的并进 最后达到信智一如 那么才叫做 真实智慧的成就 真实智慧的成就 所以我们说 如果有信而无智 会增长于痴 对不对 但是有智而无信 会增长什么 邪见 必须要信智一如 才算是 真实智慧的成就 那么在深文法 深文法当中呢 那么初学获重信心 是属于信行人 或者众慧解 叫做法行人 但是 要到证悟 所谓的证悟 也就是超凡入圣的 那个所谓的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证悟的话 要得到什么 四正信 四正信 也就是对 就是说 信佛 信法 信僧 之外 信戒 所以看戒 非常的重要 是一切的基础 没有戒的话 不成为人 那一切都免谈了 所以戒 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么也才能够 获得清净的 清净真实的信心 也就是真实智慧 成就 正智 那么这个是小圣的 信志一如 那么以大圣来讲的话 那么像文书 势力菩萨 文书法门 其实也专门在什么 智慧上面去下功夫 所以他不但是 开始诸法 法性的圣神义 有没有 所以我们说 要深入佛法 一定是什么 法性而不再法相 当然我们说 我们若理解了法性之后 呈现出来的法相 我们就自然清楚明白 像维世 它很重法相 那么是让我们理解 成佛过程的 种种的现象 那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法门 不能说 它这个不够究竟 所以我们就不要 不是 因为我们说 要到究竟之前 其实也要很多 全巧变通 法性法相 其实这两者 都应该要相互的 能够运用自如 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说 以文书势力 法门来说的话 也是在开示什么 诸法法性的圣神义 而且还特别重视什么 劝发菩提心 有没有 起大圣的信心 所以称文书为诸佛之师 就是因为透过智慧 才可能成佛 所以心经不就讲 三世诸佛 依玻瑞波罗密多 故得奥料多罗三秒三菩提 如果没有玻瑞的话 是不可能的 所以依大圣正信 修文书制 而证悟菩提 那么这是大圣法门的 信之一如 所以称文圣 他也讲究信之一如 大圣佛法更是 尤其大圣佛法 所谓的大圣佛法就是 必须透过 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 来完成什么 菩萨道业 才能够圆满成佛 是不是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 信愿心 那是不可能的 没有宗教情操 我们说我们要累积 素事 累生累世 没有宗教情操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说不止宗教情操 信愿之外 智慧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智慧 会学 我们说深入法性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去克服 比方生死会是在法相上面的转换 是不是 这辈子换到下辈子的色身 我们这辈子是不是也从上辈子的色身换过来 在现象上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说如果深入法性 那种圣生的善根因缘 它是会流转过来 那么才可能去超越 现象上面的这个改变 而让我们的那种圣生的这个法性 依然能够怎样流存过来 能够累积过来 所以这个性质易如是非常的重要 第二个就是要卑质交融 以身文来讲的话 因为它偏真智慧 所以它不能完全契合佛教的真意 那么都比较是属于理性的体验生活 慈悲心不够 所以我们说如果是生文法来讲的话 它众慧而不众福 福报因缘比较不足 福报因缘不足 所以它所体会它的量 是不是就非常的有限 那以菩萨道来讲的话 那么如果真理像太阳一般 那么其实就是要去完成 从一线的曙光 所以生文它所体会到的真理 就像一线的曙光而已 菩萨就是透过一线的曙光之后 在慢慢慢慢的 不断的一直怎样扩大 量上的扩大 直上都一样都是属于什么 就类似太阳光这样子 它并不是其他的灯泡能够取代的 对不对 太阳光的光就是太阳光的 它不是什么太阳灯能取代 取代不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真理一旦去 touch到真理的时候的那个感受 那真的不是一般世间法能够比拟的 无法比拟 它是无法比拟的 所以如果以生文来讲 因为它体验的那个量太少 虽然直是一样 就是像只体验到一道的曙光 其实那个味道还不足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 而它可以解脱 但是我们说 菩萨的智慧才是什么 真剥瑞 才是真的剥瑞 而且 所以好像这里也讲到 慈悲越广大 智慧越深入 智慧越深入 因为所谓的佛教讲的慈悲 前面我们也讲过 其实它还是透过 缘起法的平等性 缘起法的平等相来看待 整个数学 就是说所谓的慈悲 佛教的慈悲 跟其他宗教的博爱 或者仁爱或者大爱 其实是不一样的 是因为它站在什么 智慧 因缘法的立场来看待 就是说它的基础 其实在伯瑞上头 所以才可能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这个无是不是也在讲信空 那它是个否定的符号 在缘上没有绝对性的 我们以为这辈子 我跟你比较有缘 不见得下辈子继续有缘 这辈子没缘 不见得下辈子就没缘 因缘是不是一直不断地在变化 所以菩萨的那种 对众生的悲悯 它是打破了界限的 不是有缘无缘的问题 是对缘的那种信空的周变 所以164页说悲心 悲心如果不足而急求智政的话 大多就是要堕入什么 小圣的深坑 失掉大圣悲至合义的波瑞本意 所以我们说波瑞提供菩萨道六度万恨里面的非常重要的基础 说五度如芒 波瑞为道 对不对 是以波瑞来指引导菩萨到如何的布施 持戒忍辱 精进禅定 对不对 如果没有波瑞的话 那么菩萨的道业也无法怎样 能够那么让周遍地扩展 所以卑至双运 第三要定会均衡 定会均衡 所以这也讲到说修学大圣佛法来讲的话 如果偏重禅定 那么就会定强会弱 或者偏重智慧 而会强定弱来讲的话 那也都没办法正身法性 成就如实会 也就是说这两者其实要均衡 要均衡 那因为以智慧来讲的话 比较强于分别抉择 但是如果定力不够的话 那么如什么风中之主 是不稳定的 虽然发光 但是摇摆不定 容易怎样熄灭 如同阿难 他也是多文第一 但是到了佛入涅槃 他还位证阿罗汉果 就是比较重在多文的智慧上 定力不足的缘故 但是呢 这也讲到说 如果定力 定弓太深 但是呢 而这种会力薄弱 也非什么 佛法的真道 在道俗第五行 再讲到 一般最深定静呢 反而不能与会相应 无法证悟 所以以佛法来看待禅定 并不希望到这个所谓的无色界定 最多到什么 四禅 色界定里面的四禅 佛陀也是在四禅 在这个菩提树下四十九天 也是在四禅的这种禅定中呢 这个成佛的 所以像无色界定 太深的定 因为它的那种跟会比较不容易相应 所以我们说要定会均等就很重要 不能一直沉迷在欲界里头 那么散乱的心 散动的心 那么也是帮助我们如何来收受我们的心力 等于说要定会均等 定会均等 不能 不要定强会弱 或者会强定弱 说实在都不够圆满 不够圆满 那这里也讲到说 在164月的第六行下面 因为在深定当中可以引发 一种极极净 极为妙的特殊经验 使身心充满了自在清安 清快 妙乐之感 那在这种美妙的受用当中 就很容易怎样 陶醉满足 反而会障碍 智慧的去证 所以太深的定 那么有时候也会障到 所以如果以菩萨道来讲的话呢 那么它比较怎样呢 不入深定 不断细祸 断了细祸 是不是自己就了脱生死了 就不明为菩萨 远离众生 不明为菩萨 但是太深的定呢 会厌离群众 比较容易厌离群众 就不想去行菩萨道 所以菩萨道来讲的话 它不入深定 不断细祸 但是呢 以僧文道来讲的话 它倒是很重禅定 因为它必须借定会三学 定会并济 因为解脱 能不能解脱的当下 就是说要与真理相应相弃 必定在定经当中 但是是会的基础 就是说是会够了 定再来辅助 那么是可以解脱的 那么也就是所谓的入涅盘 常讲说入涅盘 它一定要在什么 定境当中 因为以僧文法 比较以什么 解脱为主 我们常讲说 所谓的解脱也就是 正涅盘 也就是所谓的正涅盘 那这个涅盘 它的关键在会 但是必须要加什么 定的助源 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助源 而且还要有戒 对不对 做基础 保持人身 保持人身 之所以能不能涅盘 其实是会的问题 但是它必须加上什么 定的助源 那么在当下 涅盘而解脱 因为南传来讲 身文法 它把目标放在什么 以解脱为主 以解脱为主 但是如果北传大圣佛法来看待的 因为它的这个路还非常的遥远 所以它要怎样 不入身定 不断西祸 在菩萨道上 因为一直要到成佛 一直要到成佛 但是定还是重要的 不能说不入身定就不要修定 还是要 粗浅的定一定要 因为收射我们的心 免得在事出事入当中 没有能力去度众生 结果被众生度去了 那就冤枉了 因为没有定的能力 而且这个也透过定 能够让会力增强 太深的定是反而减弱了 但是平常 我们还没那么高的能力 说到很深的定 因为我们说 要行菩萨道 其实我们尽量的修定 我们的定都还很浅 都还非常的浅 还不至于到深定 说这个想要远离群众 倒还不至于 所以我们说身文法 它很重定也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要以什么 以涅槃为主 以自我解脱为主 但是我们说涅槃的关键在会 定是住院 定是很重要的住院 因为 这个也透过为事也可以理解 因为我们的眼耳鼻舌身 的意识来说的话 说变相观空由后德 要真的看到 我们说要透过眼睛 看到真理的现象 要到存佛 但是这个地方 能不能解脱 就是能够跟真理现象 能够touch到 那如何touch到 除了眼睛能看 我们的什么 心能不能看 心有看的能力 如果我们修禅修的时候 就会知道 我们的眼耳鼻舌身 沉浸下来之后 我们的心 心眼反而开了 可以看到 禅相的 对不对 是有禅相可言 是有相可言 心可以看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是透过心 看到真理的现象 是看到真理的现象 是透过第六意识 看到的 不是透过眼睛 我们如果是透过眼睛 都还是在散动状态 散乱的状态 我们现在 眼睛张开 看到这么多现象 但是我们的心 是不是散乱的 其实是一个散乱的心 如果我们想要 修定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这些 眼耳鼻舌身 意是不是都要收射 都得要收射起来 透过我们的意 第六意识 那么心眼能够打开 所以他才需要 就是那么重定 也在这个地方 因为他必须要有定 他才看得到 而不是用眼睛看的 是透过第六意识来看的 所以必须要定会均等 均衡 所以在一百六十四页 倒数二十四五第五行 龙树菩萨就讲 七地菩萨名什么 等定会地 七地菩萨圆满之后 就是无声法人 就是无声法人 所以他要定会均等 才得什么 无声法人 才得无声法人 就不会怎样呢 他可以深入无声 而不会退失大胜 所以我们说 菩萨当初第二地 三地四地五地 到六地七地都还 五地以上才算 逐渐稳定下来 在初地一直到五地之前 都还有机会 怎样堕回小胜 因为那个会力 那种悲心 会力不足的时候 也难免了 因为菩萨道真的很难 难行能行 难忍能忍 但是我们又太重事项 对不对 有时候都会觉得 没缴离去 没缴离 又没了 真的会被众生 没了 没了到金色色了 所以这里面还有宴会地 什么地的 对不对 那个真的都是 没了到金色色为止 但是没缴离的时候 会觉得 算了算了 我自己入虐盘算了 没办法帮助众生入虐盘算了 自己又起心动念 所以五地以前其实都不稳定 到六地七地才逐渐稳定 到七地圆满了 那才算是不会再推 所以才进入所谓的大圣不公法 唯有菩萨道才到得了 八地以上 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说 就必须要怎样呢 要定会均等 因为叫做等定会地 才不会退失大圣 才不会退失大圣 好 那么第四呢 就是要理智平等 理智平等 那么这里就讲到 真实智慧的现前 即正什么 法性生理 有没有 所以我们可见的 其实我们说 在会学上 它会非常重法性的问题 因为唯有透过 缘起信空的这种真理法则 它就是所谓的真理法则 才能够去touch到 真理的现象 真如法性 好 所以呢 这里就讲到说 如果透过明言来分别的话 有能正智跟什么 所正的理 我们本身 透过我们的意识 叫做什么 能正的智 对不对 那么我们所要正的 就是什么 真理嘛 但是如果我们正入法界 无差别当中是超越能锁的 超越能锁 所以我们说 所谓的超越能锁 也就是透过什么 不二的观念来的 所以我们说缘起信空 它又叫做不二 又叫做什么 中道 为什么叫不二 因为我们如果在现象上来看待的时候 如果在现象上 这个世间的现象 我们会看到是一个什么 相对的现象 相对的现象 比方 最普遍的 我们有什么 生灭 有生的象 是不是就相对有灭的象 有大的象 是不是就有小的象 这是比较出来的 不是绝对的大小 那么有高的象 是不是就有低的象 所以我们说 有生 有灭 有大 有小 有高 有低 有没有人说我不明白 我们的生活经验有没有 有 因为我们习惯用什么 现象来思考 对不对 有生象 有灭象 有大的象 有什么 小的象 大圣佛法 小圣佛法 是不是 所以一般我们都喜欢大 不喜欢小 讲人家小圣 有点鄙视的味道 所以慢慢的大家都会把它改成叫菩萨圣跟什么 生文圣 菩萨圣 生文圣 因为一旦有大小就好像有 就有喜好 喜悟了 有高 有低 大家喜欢高 不喜欢低 有优 有劣 大家喜欢优 不喜欢劣 所以我们就会怎样 会情绪化 如果在喜欢这边就很高兴 在讨厌的那边就很难过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情绪化 其实是因为怎样 着相 因为我们着相的缘故 我们着相的缘故 那我们说着相呢 其实我们所谓的着相是不是着在外相上 是着在这个外相上 每一个合出来的现象是不是都不一样 它会有大有小有高有低 但是我们说如果深入法性 它是不是就有平等的机会 因为这里面我们说不管它如何它是不是信空 它不管它的外相如何 它这里面是不是也一样是信空 信空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里面不能有一个这个样子的特质 叫做信空 它是不是都是这样子平等的 所以我们说这个生它信空 灭是不是也信空 那什么意思呢 所有的生不是绝对不变的生 灭也不是绝对不变的灭 我们现在原生出这个现象来 其实这个累积了好久 好几个月从七月份谈到现在 从七月份直到有这个消息 就开始计划到底行不行 那也要因缘和合 有些人很早就打算了 结果正好又如何如何又不能来了 他就没有机会原生这样的 参与这样的一个现象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信空的缘故 我们所有的因缘都很平等 都有可能发生 但是我们说一旦原生之后 是不是又不相原灭了 又会不相原灭 所以我们说其实是生中有灭 灭中有生 当我们原灭之后 如果我们继续执着 是不是我们还是在想 还要再开类似的佛法 或是什么佛法课程 是不是还有机会再原生啊 原灭之后不表示不再原生 是不是这样 上一次佛法课程的原灭 是不是又促成这次的原生 现在的原生又一步一步 一分一秒又步向原灭 当我们对法上还是有所追求 还是希望再来听经文法 又会步向下一次的什么 原生 但是下一次原生一定又要原灭 所以世间就是这样嘛 看到他的什么 生灭的现象 看到种种的现象 所以我们说大其实也信空 小也信空 高也信空 低也信空 是不是 优信空 烈也信空 所谓的优 优不是绝对不变的优 优中有烈 烈中有优 比如说这小孩子以前 一对父母生很多小孩子 对不对 他这里面也有资质很好 也有资质很差的 但是资质好不一定就一定很孝顺 对不对 有的人培养了 我真的很会读书的 我都培养出国去了 结果比较差一点的 他没机会出国就留在身边 他特别孝顺 所以这个都没有绝对性的好与坏 我们看到的只是外相上的 当我们要细要生 那就要怎样 法性 看里面 看里面而不是只有看外面 所以会形成所谓的什么 不生不灭 不大不小 不高不低 不优不烈 行不行 为什么 因为他平等 他同样 他平等在哪里 性空 这里都可以写性空性空 性空性空性空 对不对 那都写性空不是很麻烦吗 我们刚刚讲说 不也可以啊 无也可以 非也可以啊 所以就用什么 不 不 这叫不二 最简单的两个字最深的道理 这样能理解吗 不二 所谓的不二是说他之间有机会平等 他之间有机会平等 他之间有机会平等 我们往往愤愤愤不平情绪起伏 是因为不平等的缘故嘛 对不对 为什么他那么漂亮我这么丑陋 为什么他那么富贵我这么贫贱 是不是这样子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在比相还比性啊 比相 比相就很痛苦 就一直觉得不平等 对不对 那当我们比相痛苦的时候我们就来比性嘛 对不对 他富贵信空 我贫贱信空 为什么 富贵不是不变得富贵啊 贫贱也不是不变得贫贱啊 他的富贵有可能就这个善尽家财啊 对不对 我贫贱我很努力 我可能我也变得很富贵啊 但是我们要知道 当我们富贵之后 是不是也有机会贫贱 一样会 所以贫贱跟富贵是不是平等的 哪里平等 法性上的平等 法性上的平等 所以我们讲的这个不二 其实是在讲平等啊 菩萨就是这样子的来看待 所有一切终身他是平等 善恶是不是也是平等啊 平不平等 还是平等啊 我们会起善心善念 但是也会起烦恼 在烦恼当中痛苦里面 却还有善跟因缘 还想念念佛 这是不是平等的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念头不是不变的 不是在讲外向上的哦 是在讲里面的因缘 这里面的因缘 所以叫做什么 不善不恶 是在讲法性不是在讲法相哦 我们不能说啊那这样子就颠倒是非 这个不计因果那可麻烦 因果其实是相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是不是像啊 那是像哦 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什么 法性 所以常常说这盆花不开不屑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哦 不错 在这里训练有恶 现象有开有屑 但是我们讲不开不屑是什么 法性 一雷斯 讲法性的时候它都是信空 不管是开还是泄 它是信空的 对不对 从开到泄 但是泄之后它还有花苞 还有种子 对不对 它还会再开啊 它不是固定不变在那里的 这样能理解吗 所以不二所谓的不二真的是 也是在摆平我们的心 是不是在摆平我们的心 因为透过不二 我们会知道所有的一切因缘 是不是都是那么样子的平等 这里面平等 外向上才有机会平等 从根本做起 对不对 是从根本上做起 是要让这里头我们去体会到 所有的一切因缘是那么样子的平等 那组合出来的外向 当然就应该是平等的 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有 组织出来的因缘 组织出来的样子都不一样 有我向 有人向 有众生向 有受者向 是不是 但是金刚经告诉我们无 我向无人向无众生向无受者向 为什么无 不管什么向是不是都信空 都是信空的 都是在变化的 都没有哪一个是固定不变的 都是可以让大家融融在一起的 透过信空 才有机会极静下来 因为平等的我们才极静下来 常常都是 奋奋不平 路见不平 拔刀相处的 是因为不平才起伏 如果我们平了 是不是就有机会涅槃几境 因为平等的关系 因为平等的关系 所以无二无差别 无二无差别 所以在能锁当中 是不是也是不能不锁 叫做不能不锁 或者也可以叫非能非锁 是不是 因为超越了能锁 超越能锁 没有绝对的什么能 也没有绝对的锁 所以心经说 无智亦无德 有没有 现象上 是不是有佛法的智慧可言 想象上面的 当然智慧它不是具象的 但是我们在第六意识 还是会呈现法相 对不对 那我们会觉得 从智慧当中好像有所得 好像很有心得 这里很有心得 回家又没心得了 因为这个得它不稳固 它不稳固 为什么不稳固 信空的缘故 它会变 会变 智慧 它是不是还是信空的 所以佛陀 他也是关机斗教 不同的人 问同一个问题 回答是不是也不一样 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因缘法不一样 因缘不一样 就有不同的什么 回答的方式 不同的什么 启发的方式 所以这个呢都是透过什么 信空而不二 透过不二而激进下来 而安下心来 所以我说这个学波瑞 可以吃到一颗定心丸 什么定心丸 平等的定心丸 不管外向如何不平等 发性是平等的 发性是平等的 我们才有机会怎样 拜平我们不平的心 所以他可以理 与智是平等的 是无二无别的 有没有 所以这个无别 是透过平等来的 无二也就是所谓的什么 不二 对不对 这之间是不是就有机会平等 都有机会平等 所以这里讲到说 经中说 无有如外至 无有至如外如 那什么叫如 它是种真理 也就是真如法性 透过真如法性 真理法则 启发出来的智慧 这些其实 等于说 要去理解什么叫做真理 自然就会有智慧 它其实是重叠在一起 但是因为我们有所执着 就距离很遥远 理讲得很好 但是我们事项上又做不好 说要断贪称痴 大家都明白 也都很同意 对不对 但是事项上 我们的那个贪心 称恨的心 愚痴的心 又不是说断就断 是会有距离的 这种距离我们就必须要去努力了 那是累生累世 去把这种距离怎样 结合在一起 让这个focus能够怎样 把它调转 我们现在调出来的那个焦距 都是模糊的 因为如跟至怎样 拆开来的 远离的状态 所谓的至外如 如外至 是因为如跟至是结合 当我们理解如自然有至 当我们有至自然理解了如 它是结合在一起 是清楚的是明白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所谓的至叫做什么 愚禁决断 有没有 清楚的 明白的 所以我们说学佛是越学越清楚 越学越明白才是正确的方向 对不对 而不是越学越糊涂 越学越 这个胡说八道 那就 那方向就错误了 好 好 我们休息 小阿弥陀佛